各位 今集围怒时证节目 我们请来入境处处长郭晋峰 Benson 和大家围怒聊聊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围怒时证节目 我是嘉宾主持冯伟光 今天很高兴请到入境处处长郭晋峰 郭sir Benson来和我们接受专访 多谢郭sir 大家好 Hello Andrew Hello 郭sir你好像是1989年 已经加入入境处 已经有34年了 这34年的资料 你可以做过签证政策 出入境管制 你觉得这34年出入境事务有什么大变化呢 这34年的变化都很大 以口岸为例 如果在我入行的时候 当年出入境的人次 只有五千多万 但是到今天 如果在疫情前 其实我们是有三亿人次出入境 今年复关了之后 其实由二月到十月 其实都有1.6亿人出入境 数量比以前大了很多很多 现在的出入境人次 比起疫情前大概是七成左右 现在一直在恢复 当年1989年 当时的管制站 其实是相对很少的 只有八个管制站 但今天主要的管制站 只有十四个 多了很多 譬如现在很多旅客都喜欢使用一些新的出入境口岸 例如深圳湾 洛马州支线 还有西九龙的高铁站 连堂香园围 甚至乎港珠澳大桥 现在都很受欢迎 以前主要以洛湾为主 洛湾是最重要的一个口岸 但今天大家都会开始使用不同的口岸 分散了 以前只是有传统的櫃位 坐着一个人在这儿 可能在这儿吸引 但到今天我们已经采用了很多衣道 甚至乎大家都听过非竹式衣道 就是用面容变色去过关 现在的非竹式衣道 其实可以是七秒就已经可以过关了 比起以前 其实可能都需要几十秒或一分钟 才可以过到一个旅客 三十多年前和今天 已经变化非常非常大 除此之外 签证 签证 以前在九十年代初那些时间 其实要引入一个内地的人才过来 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的 当时通常如果在内地过来做事 都是用因公的渠道 过来香港做事 但是在二千年中 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包括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后来推出了一个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这些不同的计划 其实都吸引到很多内地 甚至乎有些在外国过来的人 来香港工作和发展 有什么需要改善一下的空间 譬如随着科技进步 自助通关的技术 其实是可以越来越快的 我们很希望日后 大家通关会比现在的七秒更加快 现在我们已经全面采用网上的签证申请 包括你在递交 我们审批完之后 然后你去领取签证付款 全部都在网上搞定了 方便了很多 希望签证的审批 是可以比目前更加快 随着我们新的总部搬签 我们会有一个多元化的自助申请机 希望日后的身份证申请 都可以在自助的模式下去申请 即是无接触 就像个巨型机这样按就可以了 没错 只是对着机或打指模 可以直接做到 甚至乎可以在24小时都可以去办理 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你14-17年曾经借调去驻京办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北京工作的点滴 有没有难忘或困难的事情 我在北京的工作 就是在香港驻京办 里面有一个入境的小组 里面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处理一些港人投助的个案 例如有些人可能要入医院或遇到意外 我们就即时提供这个服务协助 另外旅行证件的申请 包括护照 可以不用人来香港 直接可以在上面办理 领取证 我当时的其中一个主要任务 就是跟内地的对口单位沟通联系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内地的政府机关 医院也是对香港的居民是特别关照的 如果每逢我们有什么需求 要求他们协助 特别是处理的 会特事特办的 有很多情况 我们试过有一个婆婆不见了 他真的可以一直去找 很快地去找到这个婆婆的行踪 就通知到我们 我们去接那个婆婆 又或者医院 如果我们有要求他们协助的话 他们会很积极帮忙 难忘的事也有些 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香港女孩 她就一个人走到野长城那里去旅游 因为那里天寒地冻 地面就很滑 其实根本连走都走不到 因为野长城是很... 很荒凉 她就滞留在某一个位置 直到晚上 夜晚有时这些荒郊野嶺 会不会有什么野生动物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幸好她懂得联系到她妈妈 她妈妈又懂得找我们 1868的热线去帮忙 结果168将个个案转教给我们 我们也去找了公安 公安亦都很全力地去 可以说是搜救她 她很快就找到她的位置 虽然地面很滑 其实很困难接触到她 大约晚上两三点 就把她送回派出所 我们在那里等她 然后我们也送她回酒店 我更加深刻的是 内地的科技真的很先进 即使在2014-1516的时候 已经不用带人包出外 那时候已经是很流行电子支付 还有快递也非常流行 網購 其實在我們居住的地方樓下的保安前台 他們已經習慣收到我們的網購回來的東西 其實他們的科技是很先進的 在上面工作遇到的困難 其實最主要就是普通話 初初去到北京是真的搞不定 連坐的士的士司機說什麼我都聽不到 不要說說,說更加困難 之後我每個星期六都去上普通話堂 後來到我離開的時候 基本上都可以應付得到,進步了很多 還有最想念的是什麼呢? 其實在內地認識了很多朋友 在北京建立了很好的友誼 但是過去那三年因為疫情 就回不去 所以我都會過去跟他們聚一聚